老天有眼 这浪费食物是可耻的 既然公子齐与你们无缘 那我就 你以为其他人 我活着 他帮你 你和我之间 有你 你是不是 你这就是 我 我 你怎么 你怎么 爱吃糖醋酥肉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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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先生我要的菜 随我来吧 好 好吃吗 好吃 有我心爱女人的味道 你一吃 先生 张大人 真是稀奇呀 我这门厅冷落的太尉府 头一次来了这么多姑娘 待在门口 全部是给您送饭的 在下实在抱歉 多有掏扰 给我道什么歉呢 只是 原来先生 已经有了 吹金转玉的美娇娘 若是 被门外那些姑娘看到了 可是要伤心的 大人 您误会了 她呀 她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她跟随我多年 知道我的喜好口味 知道我的喜好口味 怕是远生门口那些姑娘了 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 渣 我 您 您 是 ér 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送来的伙食处理掉 好啊 那就有劳了 请 说了这么久的话 怕这饭菜都凉了吧 去哪儿啊 这菜还没吃完呢 傅雄约 你呀 小川啊 你可真没良心啊 先是放老虎咬我 然后又用神仙罪蒙我 又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冰冷的客栈里 你倒好 一个人跑到这繁华的高都来 你想干什么呀 在骊国戏弄我的那个公子齐 也是你傅九云了 是我 大人我心胸狭窄得很 改了我的曲子 还能安稳度日的 也就你一个公主殿下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我在高都 不仅如此 我还知道你去过凤眠山 偷窥公子齐 来让我猜猜啊 一色铜片准备好了 假发也买好了 胡选五步不好学 不如用离步来代替好了 我跟你讲过 让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 你放心 我来此地不是为了你 更不是为了灵灯 在这高都城里 我继续做我的公子齐 你呢 继续做你的小雏娘 咱们呀 互不干预 嘴上说着互不干预 那你为何来高都 大人一定是想告诉我 果真是来看美人的 自然是来看你的 看你仅凭蝼蚁之力 能在这高都城里 捅出什么样的蝼子 看你使劲浑身解数 掉入万丈深渊的时候 是嘴里嚷嚷着复国 还是说 九云大人 舅舅 那就可得让您失望了 就算是我跌入万丈深渊 我也能够生火搭造 过得好得很 今日的话 傅九云你记住了 傅九云也好 公子齐也好 不过是个名字罢了 上一次 没能陪着你 这一次 我总会把你抓住 又不过是个名字罢了 您 你 你 吹随你直到今生今世 看看风华四季和你的样子 伴你路街址 你留在这儿呼他周全 明白了吗 从一相遇一开始 提起的每个字 都是只手不离的样子 青春姐姐 你让我照看能人 他不在了 什么 他只留下了这个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这个人喜欢你 所以要随你到天涯海角 谁让他喜欢我了 再说了 我可不愿意让他找到我 你还是去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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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自己聪明把我认出来了 分明是你故意让他认出来的 我真是要喷不着 我围绕他 你自己地是 我我都打破了 你自己的 说说 你什么都打破了 那为什么还让秦川知道你在这儿呢 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挺好 什么挺好 猜不好呢 做傅九云他要过外了 不如做一个了无牵挂的公子齐 看戏 看美人 他也乐得个轻松自在啊 得了吧 堂堂一介上仙 竟为了个女人躲到面具里边去了 有这么跟主子说话的书头吗 那你还挺如戏 你还 我可告诉你啊 三天之后就是花创大选了 他肯定是会动手的 你 当真不管他死活 我说了 他爱怎么做此是他的事 我呢 他就做毕上官 我倒要看看这个丫头没了我 能有什么能耐 意思就是还是得去呗 去呀 去用什么身份去呢 傅九云 公子齐 不 还能让人家幼稚 一切都要大事 不 我也要是 我都要去呗 你还要去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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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去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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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道几百年来 没见你烦我呀